咱们除了这个可以对网卡进行配置以外 我们还有另外两条指令 这两条命令的话呢 用在一些特殊的环节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条叫interface up 可以把接口启用 interface down 可以把接口down掉 而用在我们其他的方式里面的 比方说我们的博号上网 你可以通过ifup appdown 把接口进行处理 那么你在配完例子以后啊 往往会做适当的一些排错 除了我们的ifconfig以外呢 我推荐大家一条指令 这条命令呢 就是一条简单的ip指令 ip指令呢 可以解决绝大多数的问题 ip下面可以有很多配置对象 让我们来进行一个个的观察 首先我在屏幕中间输入一条ip 你可以看到 ip后面呢 可以加选项 但是必须要加我们的操作对象 对象有以下这些类型 有link address wrote 是我们最常见的三种 那比方说 我们的这个网络 你配完ip地址以后 发觉不通 你左排故障 右排故障 其实是网线没有衔接 这种低级故障的话呢 大家人都有过 有的说 那么我们可以爬到机箱后面去看看网卡的灯亮不亮 这也是多余的 如果说我们的服务器上面 像我之前绘制的蓝图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台服务器上面有多配网卡 我们就通过外网的方式连进来了 那我怎么知道它内部的哪块网卡是故障的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引入一条命令 这就是ip的命令的link部分进行查看 下面我们就来对ip这条指令进行了解 iplink 你可以再调一个hop 可以看到我们的iplink呢 可以设置接口是down的和up 这就等同于我们去把一个接口用interface down或者up来进行处理了 最后一条的话呢 iplink秀某个设备是最主要的 我们可以通过iplink秀进行查看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环节里面出现的三个接口 当然了我们只有一个物理的接口是工作的 那么接口里面有两个up 一个up的话呢 这是逻辑层的up 而最后这个up就代表是物理限度是否公正常 和一件的呢 那么我们就模拟一下 我现在回到了我们这个测试主机 进去以后我首先会登录 因为我如果把网线拔掉的话 它将离线 现在我们在里面敲一个iplink秀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那么网络的话呢 是处于upup状态 logicalup lowerup 那么紧跟着了 我把这个网卡选择disconnect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标已经成灰色状态 就模拟把网线拔掉了 那么在这个场景下面的时候 我们再去使用iplink秀去观察 那你看到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看到这边会多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很重要 no carrier 没有载体 no carrier 没有载体的话呢 那这个限度就代表是我们掉线的线路 你这个时候就知道我们的哪个网线故障了 无需去爬到机箱后面去观察 因为远程服务器的话可能在机房 你不可能看到机房的哪个线当掉 你不可能进到机房的去观察 只能通过我们的远程指令进行处理 好了 那我们把这个接口呢 又给它工作起来 当你工作起来以后 我们再进到这个虚拟机里面去进行查看 稍等一会儿 它的图标还是灰色部分 要等到connect 好 连上去了 立刻我们在IPLink Show 又可以看到了 它当底层的网卡检测到网络中间有高电频的时候 底层线路又会显示low up 也就是说它收到了数据包 即使不是发给它的 是广播数据包 我也认为了 我的链路是正常的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的IP指令 好 大家刚刚学会了IP指令 IPLink Show 是用来做我们的链路检测的 所以大家平时的时候多敲敲这条命令 先对自己的接口进行一个观察 如果网线都没有插入的话 那就不要去到别人家去做检测了 好 当你配完了IP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另外一个IP对象来进行处理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IP Address IP Address里面也有一个show 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环节 我们可以去设置地址添加地址 下面我们来观察一下 怎么去配置 首先的话呢 我们这个IP命令刚刚已经处理过了 那么IP的话呢 我们可以加上Address 再敲击号 你看到的东西就比较多了 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 IP添加一个地址 可以给某个接口进添加一个地址 也可以给一个接口的别名进添加 那么小写的字体部分呢 都是我们的关键字 其中就有一条show 让我们来先show一show IP Address show 你可以看到的是 在我们的接口中间 ETH0这个环节里面 它有一个1920168 1.129 还有一个10的网段 10的网段里面呢 我曾经是一个技术部门的别名 给它命名的 那么对我来说 我想把这个名字给它删掉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IP Address Help 再去看一下 那么其中呢 就有一个IP Address Delete 这条语句来进行处理 Delete的时候 删某个地址必须要给定的 所以我去删10.0.0.129 这个地址 24位的 删哪个设备呢 ETH0就可以了 你不用再去写 我删的是ETH0下的技术部门了 因为这个接口 对IP命令来说 它看待的就是同一个接口 只是一个别名 那么我们刚刚处理完了 再去检查一下 IP Address Show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地址 只有一个 同样的话 不仅可以通过刚刚的方式 进行删除地址 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IP Address 下一条命令就是添加 IP Address Add 可以加个地址 我们把地址加回来 10.0.0.129 24位 那么Device是谁呢 你可以以别名的方式去命名 但是最终的话呢 我们看到的结果 你看我给它起名字叫Technic 技术部门 这样配完了以后 我们再用IP Address Show 去观察的时候 你发觉呢 通过IP Address 这条命令添加的 它总是会给我们的物理接口 配上一个我们的地址 而没有出现我们的别名这个现象 那么这样配完以后 用F Confid 再去观察一下会什么结果 你看不到这个地址 你看不到我们这个新的地址出来 那么IP Address添加地址 它能不能用呢 让我们去拼一下10.0.0.129 是自己拼一下128 是我们刚刚配的这个设计可以实现 所以呢 IP Address 这条命令 那么我们刚刚数配的信息比较特殊一点 即使你给这个接口起了别名 但是你配完了以后 通过F Confid 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某些情况下 上面的时候 两种不同的工程师 有一种习惯性用IP Address命令 有一个习惯性用IP Config命令 IP Config的指令 它是看不到IP Address这条命令添加的信息的 另外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条路由 路由的话呢 当然我们属于网关配置的时候再去查看 这里有一点 IP Address这条命令 包括IP Link命令 都可以把它简化 只要你敲的部分 跟人家的最完整的部分不冲突 就可以 比方说有人敲IP Link Show 它可以把NI去掉 S Show 就出现了 S Show 就可以实现 同样的IP ADDR添加 它可以这样去添加 一个结果 这样的就是代表S Show 那么我们都可以来完成 好 再次区分一下 注意了 就是IF Config这条命令所配置的接口 可以被我们的IP Address所看到 这个是Visible的 但是反过来 IP所配的 这是Invisible的 是不可以看到的 好 那么必须要了解IP Address这条命令 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地址的配置 好 咱们这就是关于IP命令 以及链路是否正常的一种检测的方法 学会这两种方法以后 那么你的网络地址 可以通过IP Address 是需要的方式进行检查 更为方便一点 是我们可以有这个地址 在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也有一个公司